说起摩羯座,人们总说摩羯高冷冷漠至人情理,不仅难追得要命,而且就算在一起之后,也还是依旧不嫌不淡,感觉这个人也没有别人在那么的亲亲命里,甚至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到摩羯真的爱过你。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,摩羯的爱就是无声的,就是悄无声息的,就是默默的对你好,就是不会到处炫耀邀功不停的,还非得逼你做出什么妥协才行。 因为摩羯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,就是想主动为这个人着想,就是一定要为这个人做点什么东西。 比如说你要是有了什么紧急事情,摩羯肯定替你更加操心,一定会想要帮你排游解难,比如说你熬夜加班的时候,摩羯自己不会睡的,一定要陪你到最后。 你下班摩羯会问你要不要接你,你外出摩羯会提醒你要带什么东西,甚至一定连见面去接你,也想着要不要给你买点什么吃的,毕竟赶路这么就肯定饿了呀,摩羯爱一个人的时候,真的会无条件的为你做很多细节的,在你看起来好似可有可无的小东西。 但是这些东西对于摩羯来说一点都不小,这就是摩羯对一个人的爱,那一定会有人问了,那摩羯这样一直付出不累吗? 而且摩羯他们也不邀功,那摩羯究竟要的是什么? 其实说学话,摩羯真的不累,因为摩羯要是爱一个人,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,他们是只要付出了就是不后悔的, 他们就是觉得这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,但是你说摩羯要什么? 很简单,摩羯要的就是一个在乎,就是我对你好,虽然我不会逼着你要什么回报,但是我希望你也能在乎我的付出,你也能给我回馈,甚至哪怕是说一句谢谢也行。 可是摩羯就是一个傻子,因为这个人傻就傻在了,摩羯想要在乎,但是啥都不说,摩羯想要关注,但是希望你能主动其余,摩羯从来都不要什么东西,但是希望你能明白他们所有的付出,然后主动的给摩羯一个爱的回馈。 所以摩羯就是一个这样的埋头对你好,就是一个叫的虚寒温暖,问你冷不冷,饿不饿,要不要,我给你买东西,甚至都不用你说,直接就全都买好。 而这个时候的摩羯,再排起头,眼巴巴的瞅着你,希望你能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好,给他们点回馈,给他们一句感谢,一句夸叫,没错,摩羯就是别扭,摩羯就是矫情,摩羯就是想要什么都不错,摩羯就是个傻子,摩羯总觉得将心比心,我对人家好,那人家肯定也会把我当个宝,我这真心也一定能换来真心。 可是你知不知道,会苦的孩子才有疼吃,懂事的孩子只有苦吃,任何东西你得要,才能有人给你呀,无论什么东西,你都一句话不说,就这么一声不吭,一言不发,只知道一股脑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人家,谁他妈的能在乎你啊,你一句话都不说,什么都不大声说你要一个回报,这不就相当于把自己,那最勇敢,最无稳的, 最奋不顾身的光影,就被一群根本不知道,珍惜的王八蛋也白瞎了吗?你傻吗?而人们总说,在这个时代,会撒娇的人才好命,那这可能就是,摩羯在这个时代,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的原因,因为摩羯要的就是在乎, 可是摩羯就是总变,就是不喜欢花言巧语,就是不喜欢要功要少,所以他们希望你作为摩羯的伴侣,你得能看穿摩羯所有的欲言幼稚,你得能看明白摩羯所有的话外之音,你得懂摩羯,你得对摩羯好呀,摩羯要的就是一个在乎,可早就这么难, 但是这就是摩羯的性格,摩羯就是不喜欢要,摩羯就是觉得我对你的好,是赔得上你的回馈的,因为摩羯对你是于心无愧的,摩羯从来都不做那种,凭空要什么东西的事情,摩羯从来都是性格,所以这就相当于,摩羯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堵桌上了, 而现在只要你跟摩羯一起下注,你们就能双赢,那你自己说说,摩羯他们的都对你付出成这个样子了,摩羯就有点在乎怎么了,过分吗?你就不能在乎在乎摩羯吗?所以说摩羯的爱真的很简单,你在乎我,我就也在乎你,但是如果你不在乎我了,那我们真的就不用菜盘了,你不觉得摩羯白费光影? 摩羯也不想再在你这里委屈的不能自己,可是感情这种事儿也不怕分开,怕就怕分开了以后,最后人家还来跟你说一句,我觉得你真的很没有意思,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,才会和你们摩羯在一起,真的?你可以说我们不合适? 不合适?咱们间各一方互不拖欠,大家各走各的路,日后也好相见,但是你别糟蹋我的好,行不行?摩羯真的值得被爱,只是不值得爱你 大家说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